很多朋友们最近的这段时间都应该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雷诺他停产了 然后塞电很多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个关门了 当然还是有开着的 那么我今天也是探访一个另外的一个车 其他的是什么呢 就是法系车 法系车不管是像标志 薛洁龙 最近这两年销量都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也是专门来到本届一个塞电来看一看 强盛之下的法系车到底还有没有人来看呢 又或者说今天所看的这个标志508 这辆车现在能优惠出多少 全部落地又需要多少钱呢 下面组织我们一起来到标志的塞电来看一看这辆车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 我们已经来到了标志的塞电 可是我们从塞电当中来看到 它摆的有雪铁龙也有奔驰 甚至说在一来到塞电大厅 当时前面还有东风的车型一直在瘦着 很多朋友们就会说了 它这个标志的塞电店 为何这么多其他车型呢 我呢也问了 薛书了薛书他也说 说现在的确是不是特别的好干 也想着全方位的发展 再加上近些年来 标志薛洁龙又停产了很多的车型 于是两家就合到一块 然后有些地方空前出来 去摆上了一些其他的车型 那么今天就是眼前这么一料 也算是非常好看的 它就是标志的508L 我个人呢也是认为 这一代的车型出来也算是可以 当然很多的消费者不是特别的认可 而像标志薛洁龙这种法系车呢 其实相对来说呢 总共预料呢都是特别的足的 很多的那些配置呢 也是给得了最高 508这款车呢 之前我有朋友买过 只不过呢 那是第一代的产品 给人感觉它底盘质感 非常不错的哈 这是法系车 一贯的一个传承 但是啊 后到一个最后预料 所带来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配件呢 真的特别的贵 甚至说呢 它有的那些零件呢 可以和皇马奔驰的价格 去相互比较了 车长的为4.87 车宽的则是1.85 它这个尺寸 放在拖延部当中 都属于是一个不小一个车型 1.6T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呢 是170匹 自大门那个UAT的变速箱 动力方面呢 真的是很不错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这辆508 很美式 美式方面呢 是今宇宙就像客幻了 一个质感的 它发动盘呢 看上去真是很小 全程呢 总共是两份屏幕 各种啊 最美感呢 都已经造了特别的组 只不过这个队移的 都要有真是有行径 虽然说它的车是长生的独特 但是它库白空间呢 是挺小的 它跟每机车 也是相同的 空间呢 整体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哈 最明显的一个优势 也就是它这个中控了 最后就是这辆车 它的一个整体的价格了 这辆车的配置呢 是1.6T车型当中的 一个驾驱版 也就是一个 比较高配的一个车型 新车的制造价呢 是175,700 联合优惠的话 大概是在15万左右 你说这辆车的最终落地价 可能是不超过18万的 就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 花个18万 买一个BG车的一个尺寸 但品牌呢 却是标志 将来呢 也会为它啊 付出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保值率低的 一个代价 就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 下期还有个什么事 也可以推进去